欢迎收听崇义开始说 崇义开始说 大家好我是李崇义Charles 大家好我是一贞 哈喽一贞喜欢喝酒吗 喜欢 喜欢啊 你都喝哪一类型的酒 就酒都喜欢 无酒不欢类的吗 就是会让我们放松 我就很爱喝酒 平常都喝啊 对但喝不多 但就喜欢喝 喝不多 你哪一类型的酒类 比较喜欢或适合你 喜欢或适合我 我其实蛮喜欢喝高粱那一类的 你喜欢喝高粱 对那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做生意 对 所以跟爸爸做生意的时候 就得跟着喝一些 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亲切的连结 对 原来是如此 我爸爸小的时候也喜欢喝高粱 可是我现在好像还好 高粱我也喝 但是喝的不多 反而喝威士忌跟红酒比较多 红酒有的时候搭餐 我喜欢就是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搭配一点红酒喝 但是我自己不懂 不过我们今天请到一个专家来 没错 我上一次呢 我上一次呢 跟那个 Steven跟那个James聊咖啡 跟威士忌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过瘾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懂 是 今天我们请到这个Celia 她是旅居法国 对不对 十年了我看 对没有错 好 Celia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好了 嗨大家好 我是Celia 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上充英老师的节目 嗯 哈啰 谢谢你Celia 哇 十年耶 你这十年怎么熬过来的 哈哈哈哈 我在 我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要待十年 我本来就是想说 我师大去那边念硕士嘛 第二个就是双联硕士 然后念完我就赶快回台湾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当英文老师 对 你去法国 你本来就会讲法文吗 学过一点点 但是擅长考试跟在当地是两件事情 哇塞 那我看我看你那个YouTube 你的法文现在应该算是很 算很流利的 因为我自己也学过法文 我现在剩下的就只有一两句话 我叫Charles 你今天很棒 然后就剩下打招呼 怎么办 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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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会讲了 会讲了就只剩下那个歌词里面的一句话 对 所以你原本是不太会讲法文的 但是你去到那里才学 对 我本来不会 我完全不是法文科系 然后我也不是葡萄酒背景 我们家也没有在喝葡萄酒 但是我走上一条 我原本从来没有想过在人生的道路 刚刚你在开路以前你说 你一开始喝酒还会起酒诊 对 大学的时候 大家会想要在宿舍里面偷偷调一些调酒 不是我们全寝室唯一 就是全身起酒诊的人 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喝酒的经验 或者是习惯 对 现在呢 现在就是完全不会脸红 脸红都不红 脸不会红 大家都以为我很会喝 其实我只是脸不会红而已 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接触这个葡萄酒的 是因为去了 你说去哪学位 才去了法国 才这样认识葡萄酒的吗 还是你本来就 对于这个葡萄酒的产区 都有一点兴趣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内心深处 一直是一个很喜欢问自己为什么的人 我从小就会问自己很多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 升大学的时候 高中好大学 我原本想要填的是哲学系 但是我家人就极力阻止我 他说他真的不太好找工作啊 后来我们就填了资管系 你的跨距还差蛮大的 对 但是考研究所 但是等一下我打个岔 资管跟哲学 这不是同一个类组的吧 完全不一样啊 但我高中是念第三类组 但是再一次说 我本来要念第一类组 但是家人极力阻止 所以就念了第三类组 所以就是在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在一个符合社会框架 期待的一个道路上长大 但是考研究所 我觉得是到了法国 开始让我打开了一些不同的 一些视野去找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 听从内心的声音 去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 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下 让我初次去接触葡萄酒 去思考很多 关于葡萄酒的事情 你是从哪一个产区开始的 一开始你接触的时候 我是从罗亚尔河 我是从非经典产区 因为刚好在那边念书 然后那是一个酒产区 你知道法国有非常多酒产区 对我看你书里面有写 你这本书在 生活里的葡萄酒客 是幸福文化出版的 然后你里面有提到 有十几个产区 十三个还几个 对对对 这些产区里头 你说 你刚刚说不是经典产区 这什么意思 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听到葡萄酒 会想要波多 博更地 香槟 但是大家对于其他产区的 了解跟认识 可能就会比较少一些些 但我一直是在一个 相对冷门的产区学习 所以我觉得我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 踏入葡萄酒 可能是因为喝到什么 很厉害的酒 惊人之酒 哇我从今时很爱 但我当初完全就是一个 小白到当地 然后他让我想到一个 我小时候是在彰化长大的 在酒庄的那个氛围 让我想到小时候的田野 哦我以为你想到辣丸 哦也有 小时候彰化的田野 可是台湾好像 台湾没有办法 台湾产葡萄 对 可是没有葡萄酒 台湾也有葡萄酒 也有 但小时候接触到 比较说稻田 对 然后你知道稻田 在快要下雨的时候 或是晒谷的时候 你会闻到很特殊的味道 稻香 对 然后那个味道是 自然给你的味道 然后当我到了酒庄的时候 我觉得闭上眼睛 闻到那样子 当然是味道不一样 可是你有那种 回到小时候记忆的 那种感觉 所以就让我觉得 我很想要在酒庄实习 哦 他是一个好感官的人哦 我喝酒也不会说 想到酒庄实习 我去过 我去过那个苏格兰高地的 这个酒厂 但是我还没有去过红酒厂 红酒厂 红酒的酒庄里面 他就是整个在那个产区里面 都是葡萄的味道吗 应该说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像是台东 我觉得台东很像是酒庄的那种氛围 也就是我现在住南法 他就是旷野 然后非常多的田地 他不会只有葡萄 他还会有别的作物 然后当地就是像是乡村的 乡间小房子的那样子的氛围 对 那你要进到酒窖才闻到 尤其是发酵期间啦 红酒期间才闻到酒香 对 一真你自己有没有在产区里面看过葡萄 没有耶 没有哦 对没有 所以你对于你知道那个酿酒的葡萄跟我们一般吃的葡萄有不一样吗 我看那个Celia的书上其实看起来是比较小壳 哦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比较小一点 对比较小 因为其实酿酒葡萄很重要的是要去萃取它的味道跟风味 那我们平常日常吃的假设飓风葡萄 它是水分比较多的 其实水分比较多 它是不利于酿造过程里面的去集中它的风味跟甜度 所以酿酒葡萄的甜度是远高于餐桌葡萄 葡萄皮跟籽也会比较厚 嗯 所以品种不一样 我曾经吃过那个 我在Napa去去偷摘 也不算偷摘啦 那个就是反正它也不是采收剂 就路边有那个葡萄 我曾经吃了一口 对 我觉得真的蛮难吃的 第一个好像是太干 太太太 太dry嘛 太应该怎么形容 太澀 然后一个就是甜度非常的高 对 甜度很高 所以它跟我一般在吃葡萄的那个印象是完全不一样 对 餐桌葡萄的皮是比较薄嘛 因为大家都要吃里面那个juicy的感觉 对 但是酿酒的过程里面其实皮是多分 跟风味来源的很重要的组成 就像是我们在吃水梨一样 你如果把那个皮都削掉 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少了一些 像我就非常喜欢吃水梨皮 所以狗妈说我不要削皮 对 含皮一起吃 含皮一起吃 所以皮其实是一个风味来源的很重要的构成 我刚刚是想到你刚刚说后来实习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决定要走上葡萄酒研究这条道路吗 对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就 因为身边同学大家去念研究所嘛 然后实习大家都是去大城市啊 比如巴黎啊 或者是其他的欧洲主要城市这样 那我就很毅然居然就是想要待在乡村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我都好不容易到法国了 我就想要去体验我想要体验的事 人家好不容易到法国都是到巴黎啊 对啊 大城市 到大城市啊 到马赛啊 对 然后我就听从我 应该说这是一个缘分吧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个缘分 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 我后来觉得其实蛮幸福的 我实习的生活 我其实就是住在酒庄或是附近 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学习 比如说菜谱 比如说跟着四季 然后他会 我们会吃到最新鲜的 田野种出来的 我们那时候是 五月六月的时候有覆盆煤 我们就是一把新鲜的覆盆煤 然后就这样直接吃都不用洗 因为是有机 然后学骑马 然后学钓鱼 你的吃血好快乐哦 这就是乡村生活啊 对 然后在那个地方 也是真的是看到葡萄的长大 然后在当地 我就用自己的方式 跟法国人介绍葡萄酒 什么是用自己的方式 跟法国人介绍葡萄酒 因为其实我的书里面的开头序 庄主就有说 Celia刚到的时候 真的什么都不懂 对 我真的什么都不懂葡萄酒 因为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嘛 那我又必须要跟客人介绍葡萄酒 那来的都是法国人 那我也不可能跟他说 啊这人设搭发残啊 这就蛮奇妙 因为我就长得不是法国人的样子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跟你讲 这个白酥味道白酒 很适合搭配小笼包 他们有吃过小笼包吗 他们听听过 他们非常喜欢 但是他们吃到小笼包 一定没有太完的好吃嘛 然后他跟他说 我跟你讲 要搭那种里面有丝瓜的 或者是鲜虾的 更美味 我跟你讲 法国人超爱 然后就买很多酒 好特别啊 所以你也会在这个酒庄里面帮忙 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台湾菜台湾料理是不是 我看你在你的YouTube里面有介绍 对因为我才刚实现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成为别人 我们是去认清自己是谁 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 然后庄主就每天看我那边跟客人讲说 哇台湾菜很好吃很好搭酒啊 他就说不然你来做一些给我吃 我就开始在酒庄就自己炖就是卤肉或者是 试图去复刻我在台湾吃到的味道 然后搭捕好酒 然后他也非常信任我 就让我从酒庄任意的选酒 我每一天都可以任选酒 然后搭餐 你本来就会料理吗 完全不会啊 但是我就是说实话 因为法国人其实他们也没有吃过真正台湾料理嘛 当地他们也没有吃过啊 我想说哇我就是用我的方式 他们觉得哇很好吃 我想说应该还好 可是就是分享嘛 对 对啊 好特别 做三杯鸡做错了也不知道 三杯对 就说哇就是酒庄打加下去 对 你自己在国外 在法国待这么长时间 我想从家里的角度来看 你跟家里会有一些冲突吗 他们会赞成你在国外这样发展吗 我觉得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吧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孩 所以爸妈还是很希望我可以回台湾 就是 不然他们就不会一开始就希望我找一份 就是念一个很好找工作的科系嘛 对啊 然后再加上我念师范大学 所以原本是可能是期待可以当英文老师的 在台湾 军公教这样子 当然他们后来还是非常支持我做 我想做的事 可是从葡萄酒业的这种想象到后来 我试图说服他们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但没有到革命啦 对啊 对啊 在经济上能够自己自主吗 非常辛苦 我当时其实就是带了法国要求申请学生居留的最低金额 到法国 然后这些钱就是我在念研究所期间 自己去当家教 嗯 去存下来的钱 然后爸妈可能借我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就用这样子一卡行李箱滚到现在十年在法国 然后创业 你自己创业啊 对啊对啊对啊 我自己创业 你说的是哪一部分的创业 对 是YouTube自媒体这个吗 还是 哦我现在是进口商 哦OK 嗯嗯 我自己在法国跟台湾有各一间公司 哇哦 哦 你是后来就是水到渠成的自己这样慢慢做是不是 应该是说就是命运的安排 我在法国是经历学生居留 工作居留到创业居留 嗯 然后其实我原本是在Find Wine Trade 就是做波尔多伯根地的高端的葡萄酒 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市场的影响 所以我就从前公司离开 那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 对我来说是一个到人生很辛苦的一个状态 那时候我29岁要快30岁的时候 然后你就想说哇大家都说30岁应该要是事业有成啊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法国失业 然后又疯关 然后你又不可能找新的工作 然后我的居留又是绑着我的工作 对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就听从自己的心 我觉得我当初喜欢葡萄酒 就是在酒庄的那一份行仪 我就是喜欢喝葡萄酒 在家里搭餐 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当初为什么喜欢葡萄酒的这些故事跟人文 嗯 就开始拍YouTube 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去找一些 我在法国日常会喝我认识的酒庄 他们口碑相传的酒 嗯 然后有机没有添加纯天然 我自己很喜欢的很纯净的风格到台湾这样子 嗯 其实我对于这个在酒庄里面工作啊 还有就是在里面生活的那个那个picture啊 就是自己有一个想象 嗯 我不知道益珍你有没有看过很早期的一个电影 是基努李维拍的 然后叫Walk in the Cloud Celia有看过吗 好久远哦老师 哈哈哈哈 好像有 很浪漫对不对 对很浪漫的 就是在酒庄里面 当年他们的 我不知道Celia 他们现在酿酒是不是还这样操作 就是葡萄采收下来以后 然后就放在那个大的缸子里头 重男重女就下去用脚采 嗯 用脚去采 去酿造这个酒 那嗯 在当时我的想象是这样 我不知道现在的酿酒的过程 是不是这个还是part of the process 现在还是有很多酒庄会这样做 用脚采的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嗯 对然后他就说 其实呢有两个原因主要 一个原因是因为呢 呃用人的脚采 比较不容易把葡萄籽采破 哦 哦 因为葡萄籽采破的话 容易释放比较金色的胆宁 所以我们才会always说 我们要轻柔的萃取它 嗯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人的温度 我们身体的温度是 酵母 天然酵母会 很开心 很活跃的温度 好浪漫哦 嗯 这个连结的感觉 对因为酵母是 是一种 是一种生命嘛 嗯 那他们会 他们当他们活跃的时候 他们就会吃 葡萄籽面糖 然后转成 酒精 嗯 会氧化碳跟热能 所以这个是正常发酵的顺序 所以你要让酵母去能够运作 而我们在酒庄酿酒 其实就是去辅助这个酵母 可以完成它的目的 它不要让他们罢工 嗯 但我看那个好像也是一个 算是因为采收 我看你在那个YouTube里面有介绍采收嘛 我看那个采收是整个村庄的事 对不对 然后大家好像很欢庆 一起来庆祝 也有这个意味 对对 像我们疯年纪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大家很happy 然后会准备一些餐点出来饮用 想用的时候 对就是开头跟结尾都会 嗯 开头想说啊 再来就会很累 赶快可以喝一下 然后结尾就说啊终于结束了 可以那个好好庆祝 这样子 因为让他讨个好彩头 嗯 因为我现在住南法 我跟讲其实南法人还蛮迷信的 他们也有在拜类似土地公 尤其是你知道 靠天生 靠天吃饭 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在当地会有一些祭祀的活动 会用什么拜啊 他们就是会扛 就是神明 有点像是游行这样 然后认真哦 然后会有一些祈福仪式 对 然后会绕村庄 然后大家最后就会一起吃葡萄 然后喝酒 进就是进那个上天 这样子 好有趣哦 蛮酷的呢 对啊 然后又当地的神兽啊 就是 就是我觉得跟台湾 其实也很多部分也是很类似的 农业 农业大谷在哪 看起来那个酿酒 因为红酒 其实它的历史应该蛮长久的 对不对 对啊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红酒 哇红酒 这很难耶 我之前看了一本书 它说在 甚至早于古希腊时期 对 人类就有酿酒的 就是饮酒这样子的传统 什么埃及啊 以前其实最有 嗯 对啊 对啊 所以是一个人类的文化 对 从这么早 这个有红酒到现在 我看现在的这个分类也很细很多了嘛 对啊 对啊 包括不同的产区 不同的种类 其实我以前好笨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原来 我是看了Celia的书 我才知道的 嗯 我不知道原来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 是因为 有没有去皮的关系 对 我还是一直以为 以前都一直傻傻的以为 是因为白葡萄跟红葡萄的关系 其实它是有相关联 您说的也没有错 对 就是白葡萄是可以酿白酒 红葡萄可以酿红酒 但其实最主要的来源 是它的葡萄的皮 就像我们在剥葡萄的一样 其实大家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剥红葡萄的时候 把那个皮剥开 里面是透明的 对 对 所以如果要 要有颜色 必须来自那个皮 所以我们吃葡萄的时候 沾到那个衣服 就很难洗 对 对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如果酿酒的时候 我把红葡萄的皮都丢掉 我只要是它里面那个东西 那就会变成白酒啊 嗯 对啊 所以比如说很有名的 像香槟的黑中白 Blonde Noir 就是用黑皮糯 红葡萄 酿成的 没有颜色的 气泡酒 嗯 所以是因为 有没有带皮的关系 主要是这个 它就黑皮糯 采收下来之后 榨子 对 然后把皮就丢掉了 剩下葡萄汁 去发酵 嗯 对 我看你一开始 在进产区之前 好像是 你有在那个 像是葡萄酒 公司上班 还是在 巴兰蒂的 这个公司上班 对 对 我其实在 实习结束之后呢 我是当时就决定 提起行李 先去了匈牙利 我就酒张 酒张庄庄庄 我说你真的不留下来 继续工作吗 因为那时期 其实他很开心嘛 嗯 他就说你 为什么要去匈牙利呢 我就跟他说 哦 因为 其实在我们罗亚尔 当地有酿 贵符酒 嗯 对 然后贵符酒 在法国的做法 我在书上学到 是跟匈牙利不一样 而匈牙利是酿造 贵符酒的起源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真的很想 很想去看看 是什么样的不同 然后什么样子的差别 让这个酒可以 从匈牙利酿这么这么久 然后影响世界 嗯 我就去了 大家觉得我疯了 对 因为大家觉得 你不用为了这个东西 跑去匈牙利的头看吧 嗯 但我就真的去那种村庄 然后在那个地方 语言能通吗 完全不能通啊 主要是英文为主 是不是 哦 他们其实当地local 他们完全不能讲英文 嗯 那怎么沟通呢 笔手画脚 我用就是翻译 但通常就是 你如果想要 我觉得就是 对于人的各种方式的沟通 跟接纳 跟平等性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当你用很真诚的方式 对待他人 他也会这样对你 就算你语言不同 然后我就去了 匈牙利的头看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理解到说 原来葡萄酒 它的风味 之所以这么多不同 是因为 天时地利人和 嗯 缺一不可造就了 这个很独一无二的文化 嗯 所以我们在喝的葡萄酒 其实很大程度是这个 嗯 然后我就开始葡萄酒的旅行 然后开始工作 回到您刚刚的问题 我在法国第一份正职工作 其实是在烈酒产业 嗯 因为其实烈酒产业相对来说 也是 呃 坦白说就是他们的资源比较丰富 可以雇佣外国人 嗯 对 那我也是从零开始去 你说的烈酒产业指的是 甘义百安地 哦百安地 嗯 我以前是在马迪利 嗯 呃 原厂工作的 是 对 然后也是从零开始去学习 然后后来 他们也是希望我留下来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往 下去探索 就到了波尔多的fine wine trade 所以就是做波尔多的五大酒庄 勃根地 类似这种高端酒 然后拿帕莫派酒 这样子 嗯 然后到最后 我决定自己创业做自然派的小农酒 嗯 我们待会再来谈一下 什么叫自然派的小农酒 因为你在书里面有提 大量谈这个自然派的这个酒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大概 我猜有一些人 我自己是不知道了 白蓝地跟一般的红酒 葡萄酒的这个 酿制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都是葡萄嘛 这个原料都是葡萄 对 蒸馏 蒸馏 蒸馏是最大的差别 嗯 那我们会说白蓝地 大家会好奇白蓝地跟威士忌的差别 就是原料的不同 嗯 白蓝地就是水果 嗯 所以你会用各式各样的水果 来做成白蓝地 那它就是先发酵 发酵完有激酒之后 再去做蒸馏 然后再做成年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你不一定要成年 如果没有成年 就像哥阿爸 它就是白色的 嗯 那成年之后 它就会变成就是金黄色 或者焦糖色 对 就是白蓝地 那甘义白蓝地 就是以葡萄为主的烈酒类型 嗯 对啊 甘义白蓝地就是葡萄酒的 对 对 葡萄酒 白葡萄去发酵之后 再去蒸馏 它就像香水的萃取过程 嗯 其实蒸馏技术一开始 是阿拉伯人发明 做香水的 后来荷兰人发现说 哎 其实蒸馏之后 酒体积缩小 脚的睡变少 所以他们就觉得 哎 这样更划酸 发明了烈酒 对 刚刚瑟莉阿讲到香水 我脑袋里面又 突然出现那个电影 是不是 就是香水 哦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哈哈 那也是一个法国片 对不对 对 我好希望可以获得 这个万人民香水 但是那个香水 制成蛮恐怖的 你看过吗 我忘了 没记得 萃取人的灵魂 对 还是其实把人给杀了 是哦 去吸收人的那个身上的各种不同的味道 对 所以我就很好奇 因为你看像我上次跟那个James也好 或者是那个Steven在谈 就是Whiskey跟这个 这个咖啡 他们在制作 他们对于味道 有很高的敏感度 对 那尤其像红酒 大家都很常聊到那个神之拿这个漫画 对啊 对啊 那真的是需要有这么高的敏感度 喝起来才会有不同的风味吗 还是说 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是喝 喝不是太懂 哦 给我们科普一下 在你 你自己在研究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么多的味觉 跟这个味蕾的冲击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是可以透过训练慢慢培养的 因为大家 我再次就是跟大家鼓励 就是任何人都是从零开始 所以我也是从什么都不懂 然后开始慢慢去培养 去辨识酒里面的味道 但我觉得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是生活的经验的丰富度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啊 闻不出这个味道 闻不出那个味道 但是可能是因为 你可能从来没有认真的去闻过 你生活里面食物的原味 你知道每次他们在说那个什么 这个有皮革的味道 这个有铅笔的味道 这个有什么泥土的味道 我想说你们真的都闻过这个味道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风味轮的一个分类型 因为他们会有比如说果味 假设果味好了 你其实在葡萄酒里面要判断的是 水果的成熟度 就是成熟度 假设以红葡萄来说 红葡萄比较多的是以莓果调性 大家都会这样子讲嘛 对不对 樱桃花草莓啊 或什么 但重点是要是知道它的成熟度 如果它是属于新鲜的 来自凉爽地区的 假设以茶来说 可能是以台北 就是比较凉爽的 高山茶 高山茶好了 凉爽地区 它的风味会是比较清脆型 比较清爽型 那所以以红酒的 莓果的清爽型 你们可以想到的是 假设覆盆莓 酸度偏高 或者是红色的草莓 红色的樱桃 所以它们其实是 一个类型的category 那如果越成熟 假设到红葡萄 很成熟的 就是南发产区 举例 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红乌龙 台东红乌龙 很熟的水果味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想 是黑樱桃 熟到已经软了的黑樱桃 草莓果酱 像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其实在 嗜酒的时候 你要去理解的是 这个东西 它原本代表的意义 而我们去选择 用樱桃 草莓 覆盆莓 这种 只是让我去跟你 有所共鸣 跟去让你理解 这个东西 对 所以对我来说 你讲草莓 还是樱桃 都是正确答案 但具体来说 是多成熟的樱桃 这是我们想要听到的 对 听 我觉得深奥了现在 真的吗 听起来需要很多的词汇 对 其实我觉得不用 我对任何人 我自己是 比如说 以我自己也在法规 开始的经验 就是我会去思考说 我们要怎么样 找到我们的共同记忆 对 我觉得那个是 我们沟通的目的 对吧 就是我如果是讲的时候 哇 就是你们没有吃过的味道 那我在那边讲了 你们打半天 就是也没有共鸣啊 对啊 还是要以自己的 就是理解的方式来出发 台湾人喝酒 是不是比较喜欢 就是牛饮居多 比较没有这么细的去品尝 至少我跟我的朋友们 你跟你的朋友是牛饮是吗 他们都牛饮居多 所以喝酒 比较不会这么细细品尝 但是 但是喝多了 也会有一点 有一点点的那个概念 就是 这支酒到底 比如说有一些酒比较紧 有一些酒比较松 比较开 比如说 尤其像薄酒来的酒 以前喝不懂 薄酒来那时候 我记得在我 刚出社会那段时间 大概二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了 那时候才开始 比较多的炒作薄酒来 对 就比较新酒嘛 然后所以 那个时候就跟着大家喝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 我小时候 以前那个时候 还喝不太懂 现在比较明白 薄酒来在喝的时候 就是感觉就真的是比较新 比较开 比较清爽的果香 对 比较清爽 所以喝酒了以后 自己才慢慢知道说 哇 这一类的这个酒 大概是这样子 可能 自己才会决定说 我喜不喜欢这一类的酒 但会不会买这一类的酒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跟自己的偏好跟饮食 然后甚至到我后来去思考 比如说审美这件事情 会有一些关系 也就是去理解说 其实酒并不是只有一种类型 比如说就是要喝醇厚 大家就觉得要喝酒 就是要喝醇 要喝厚 这是一个风味类型 那如果我觉得 你找到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很棒 但是它除了醇厚的 另外一边 就是属于清新 然后酸爽类型 那它很适合配的菜 可能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就是多方尝试 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 很棒 对啊 能不能给个极端 你如果是清新类 就是像剥酒来这样的 那如果像醇厚的像是 你就会讲剥耳朵啊 萃取多 然后过桶的时候 过的橡木桶 比如新橡木桶 就会加重它的味道 对啊 所以其实 我在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 其实对于什么样的风格 跟它的产区 跟它的就是什么样葡萄 有关联 但最主要的是 你这个酿酒师 我在做这个酒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嗯 哦 对 因为剥多也是有很清爽 易饮的酒的类型 然后 薄酒来也是有非常适合成年 跟浓厚 醇厚的酒 是吗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哦 那我没喝过 对 因为台湾大家都会把薄酒来 跟新酒放在一起 对 但其实薄酒来不止新酒 当地也有很多 很精英的产区 对 对 哦 是可以成年的 嗯 那可能我涉猎的太少 也没有啦 就是我们下次多喝 下次就一起喝 对对对 需要 而且那个不同的 不同的餐点 是要配不同的酒类嘛 对不对 对 但我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可以在 就在台湾 毕竟我们不是产地 就像是我在法国 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容易好获得 它就是一个舶来品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舒服的去体验它就好 嗯 人家说在法国喝酒 比喝水便宜 哦真的吗 哈哈哈哈 相看看状况 但是没错啦 就是蛮多的 是吧 对 以法国来说的话 喝酒算不算是一个太 就如果一般可以入手的 入口的这个酒而言的话 就是它的价格 应该不算太高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不算太高 就像台湾我们买手摇茶 也是很划算便宜嘛 那我之前曾经在法国 因为法国的巧克力 手摇茶很贵 然后茶叶也很贵 然后他们就我后来去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 你看我从台湾带了很好的茶叶 那种圆片的 然后我带去法国给庄主 你知道他就把我拿马克杯 然后就放在里面 然后就给我就是整整搓 这样子泡 哇好浪费 可是其实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对啊 所以我后来就理解 其实台湾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喝酒的习惯 也是跟我们的文化有所关系的 嗯 放宽心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豪饮有没有 牛饮呢 也是我们台湾人的文化 也我觉得可能跟你开始 大家喝高粱 大家就是这样子在喝啊 所以你在喝葡萄酒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理解啊 嗯 对啊 悠悠牙牙的喝 红酒的时候 对啊 自己舒服比较重要 不一定要就是模仿别人 喜欢怎么喝就怎么喝 对 嗯 那个牛饮就是纯粹买醉的 哈哈哈哈 就开心啊 我觉得喝酒就是有勇敢 就是要开心 放松 对 对 你自己在这十年 你有没有遇到 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啊 好比说 生活上其实应该有一些 文化的冲击嘛 对不对 毕竟在台湾 或者是说你之前 在出国以前 你可能对于法国的文化 可能还没有这么的熟悉的话 有没有一些 让你觉得很难熬的 这个过程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 文化适应系蛮强的人 应该是说 我自己到不同国家 我是比较快可以去理解 当地的文化 跟怎么跟当地人沟通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 比如说 我去住北京的时候 对 我发现在北京住 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公寓啊 都要先买个电卡 那有一年冬天很冷嘛 这个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突然1月1号凌晨 就被冻醒了 然后就发现怎么会没电呢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电卡里面的储值不够 像诸如此类的 有没有在法国 你也遇到 让你意想不到的 意想不到的吗 意想不到 我当时去 其实就是遇到什么问题 就怎么样 所以我当时突然讲 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我觉得比较多的是 怎么样子去面对自己在这样的环境 你要去自己解决问题的这个心情 以及你要怎么样在异乡活下来的这个 纠结感 对 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辛苦的部分 会有的时候觉得比较孤单吗 一个人 我觉得孤单一定会有 这是一个每个人到异乡会经历的部分 但我当时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我要去到哪里 就是你会觉得人生有 在这个地方 我在异乡 然后我会一个 你这是个哲学问题吗 对 就会你会一直觉得 我人生的目标到底要做什么 对 然后你在当下 你一直在追赶着一个无权无尽的未来 但是你纠结跟挣扎 在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过程里 你就会 我就会躺在 我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躺在床上 然后觉得我 如果哪一天我一个人突然消失 这个世界不会有人发现 那时候是你还没有决定要做这个葡萄酒的事业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做了 可是你就会觉得 因为就是一个茫然 然后你在国外 你一个人这样子去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其实这个世界不一定 就是他们不一定会发现 就是我的存在 或者是我对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 对 然后我就是那个焦虑感 会觉得你不断的往前 你看到一个是无止境的未来 你不知道你要到什么样的状态 才可以达到你心目中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啦 对啊 那后来呢 怎么改变了 后来 从一老想说 哇 这个女生 心中的OS很多 没有 因为我在想 人生是不是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 酿酒的那个发酵的阶段 你还在 你还在那个 就是刚开始 因为 Celia看起来也很年轻嘛 还在那个 就是 刚采收啊 不知道要怎么去酿她的这个阶段 所以难免会人生有一些彷徨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是已经念完书了 大概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 跟疫情期间那个时候 对 但我后来觉得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它 对我来说 它不只是葡萄酒书 它也是 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去 用不同的观念 去理解说 人生有不同的可能性 跟面貌 跟存在的价值 嗯 对啊 很哲学 也没有啦 就是 就是我自己 就是喜欢去思考的事情 对 我看你在视频里面说 你本来 你本来写文章 写文章出书 不算是你意料中之外的事情 因为你从小喜欢写嘛 嗯 但是你投入到 投置身于这个葡萄酒的产业 对你而言 反而是比较意外的事情 对 所以你本来就喜欢写文字 对 我从小就很喜欢 我很喜欢读 然后从小就会剪副刊 的那个 喜欢的文章 然后会自己画 那个名言家具 你这个年代 还有人的订报纸啊 有啦 有啦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自由时报 我就是中国时报里面的副刊 每一天都看耶 对 对啊 嗯 真的 所以你本来就是擅长驾驭文字 我本来是喜欢阅读的 我喜欢透过文字去 感受 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事情 嗯 你还有持续的写吗 对啊 对啊 还是持续的写 对 对对 所以应该是只是我第一本 老师下一次我还要再来 可以啊 下次我们真的拿 拿一些酒来 请你讲解看看 要 因为我觉得每次 每次访问这些来宾 都是用嘴巴上讲 我觉得好像少一点什么东西 但是 你知道我真的想带酒来 可是 我就不是 不好意思 你等一下要开车啊老师 开车小事嘛 我可以找代价 或者是我自己坐车 是 我比较怕的是 不知道要拿出什么 什么酒才算是可以 招待人家的 因为我们真的就不懂了 嗯 也不用觉得要怎么样的 我觉得大家挑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如果 我自己都会鼓励我的客人 其实你带一支酒 你可以很轻松 或很舒服的讲出 你这支酒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就 这样就很棒了 你为什么要带这支酒 那这支酒 为什么你会喜欢它 因为好事都在特较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因为 因为 有的时候我在喝酒 比较没有 没有特别的那个 就是 我会把它记住 然后下次还会买同一支 好像我的挑选的方式 都是比较 Variate是比较多一点 然后就是有 看着顺眼 我觉得好像是 看着那个标签 平身比较顺眼 我就会买 对 酒标真的很重要 对 酒标真的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看 价钱 那是一个考量 对 可是我觉得 我其实真的喝不出来 大概 以台币而言 五百块 一千五百块 两千五百块的酒 差异在哪里 我自己本来就很 很困难去取舍 我真的不知道 像你们在品酒 的这个时候 大概 在评 这个 评价这个酒 它的主要的标准 规则是什么 应该是说 如果是以我个人的话 我是希望 我可以喝到的是 物超所知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在挑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价位 我都是去感受说 这个酒喝起来 有没有符合 或者是胜过于这个酒 实际上付出的价值 你现在喝酒会这样吗 这支2019年的酒 然后产区在哪里 然后喝的时候 嗯 那个当年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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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下得很多 土壤比较有潮湿 你会有这种联想吗 应该是说 我喝到这个味道 就会 大概 因为我们 其实喝的 样品数蛮多的 所以我就会直接 就会说 这个酒喝起来的感觉 大概是落在什么价位 然后借我这个方式去知道说 这个酒是属于超值 还是太贵 然后因为其实喝多的 大概就是会 比较希望是 以风味本身为主 而不是单纯看酒标 因为 我之前有跟林一峰老师谈过啦 其实你如果要买的是酒标 我就是想要买 当下最fancy 最流行的酒 那你就要多付一些银两 多付一些什么 智商税 也没有智商税 就是多付一点钱 这样子 对 但是所以我们才会 我之前跟林一峰老师聊 他也说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职业的价值 就是帮助你找到 超所值的味道 对啊 不然其实大家就是 就是对啊 就看多贵就买嘛 对不对 那也不见得好喝啊 或是自己觉得顺口啊 对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价值啊 我们的工作的 对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五百一千 一千五等等之类的 它的风味上面的 落差 其实看状态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一千上下 这个 range 对 对 有的时候那个价钱 是说给朋友听的 哎 你看我这支是五千块的哦 我这支是三千的哦 对 这支很开心 对对对 拿出来大家开心的 但实际上喝 能不能喝得出来 又另外一回事了 嗯 对啊 跟我们说说自然酒 好了 因为我看你在书里面 也一直提 对 自然酒 我在2015年的时候 第一次做自然酒 其实很大多数的时候 朋友们跟我们提到自然酒 大家都有点害怕 尤其是对自然酒 还没有太多了解的时候 会把自然酒 视为是一种 味道很可怕的东西 或是没有做完全的东西 但是我从2015年 开始到现在十年了 我看到法国整个自然酒 的风味的整个转变跟变革 它的任 它的中心主旨 是在告诉你说 这个酒 我从采收 发酵 酿造过程里面 没有去校正它的风味 我所谓的校正 其实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 假设波尔多酒 一定要喝起来 是波尔多的味道 嗯 我跟你说 其实 酒庄 我们大家也不是笨蛋 大家知道消费者 想要这个味道 所以他们会刻意去做出 符合这个市场规范 期待的味道 嗯 那中间就会有很多的校正 嗯 可是我在法国后来 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 有点点灰心 会觉得 我们当初讲的风土 不就是要让葡萄去发展 呈现它原本在地的滋味吗 嗯 所以我就开始去推广 去了解说 自然酒它不是一个风味标签 是一个 我们在酿造过程里面 尽可能不要去添加 让它可以很自然的状态 去发酵 跟去呈现原本的滋味 但是自然酒 并不代表它不能成年 因为我可以萃取时间拉长 让它变得很厚 嗯 我可能可以过旧下木桶 或是可以让它氧化 这是酿酒师的决定 但是我成年的目的 或成年的潜力 不来自于添加物吧 嗯 对啊 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现在酿酒的过程当中 添加物添得多吗 其实就像是大家会问说 铝箔包的茶 是不是有添加物一样 只要是食品 只要是食品 基本上如果你要符合大规模生产 你要符合市场绝大多数人的期待 那你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 我们说校正 嗯 嗯 我怎么去评断 这支酒它是自然酒 还是有经过校正过后的酒 其实相对来说 如果一开始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 如果经在评 酒标上面不会写吗 酒标不会写 这个就是当 就是现在很多葡萄酒 我自己觉得酒不是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二元论 嗯 可是后来就是造成 大家彼此之间 就是可能会说 啊我不喜欢自然酒 或是我只喝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非 怎么样子的 所以但问题点就是 酒标上其实基本上 看不太出来的 因为自然酒 它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标章 去告诉你说 我自然酒就是要这样做 它比较像是大家的理念 我做酒的人 我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又有点回到哲学思考 哈哈哈 是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自然呈现的 它不要有很多的添加物的话 它可能做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不见得一定会符合 这么大众的市场 对 就像是 呃 大家可能会普遍觉得 可能白树胃农 一定要有巴勒威 嗯 其实真正白树胃农 它发酵的时候 我没有去过纽西兰 但是在法国 其实没有那个味道 嗯 对 但是法国的就真的是没有 所以但为什么 每一个都有这么固定的味道 其实添加人工酵母 就会直接决定它的味道了 嗯 你知道我们 市场其实也不断的在给我们洗脑 不断的在给我们一些制约 或者是灌输我们一些思想想法 嗯 连喝酒也是这样 我记得我在 那个江振成的书里面 嗯 看过一个故事 他说他刚接触那个 呃 香槟的时候 嗯 他去那个酒庄里头 那个酒庄的 这个老板他拿香槟 他 他给他的香槟 其实并不是冷藏 或者是有那个发泡的 嗯 那个香槟 对 所以 但是他说他是喝过最好喝的香槟 就是那一次 嗯 那我在想他真的是这样 原来我们喝的香槟 都是 就是刻意为之的 哦 他不是 他不是这个 一定说一定要某种形式的 嗯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能很多的在 喝酒文化或饮食文化也好 都 都受到了这个 啊 这个消费市场的一些 一些洗脑 或者是洗脑不好听 那就是制约 嗯 就是比较 就是大家熟悉 吸引为 吸引为之的风味类型 对 所以但是我也没有想要 要去跟他说这个就不好 我也不会说啊 从后酒就是不好 嗯 因为就是 就是因为多元 才会让这个市场变得很有趣 嗯 但还是想要鼓励大家 如果有机会尝试 没有添加 或是极少 就是让 真的感受一下 那种 活跃的生命力感 会让你觉得话很不一样 嗯 那我们要怎么去喝得到 你刚刚说的自然 自然酒 就是在台北 有越来越多的自然酒吧 大家可以去尝试 或者是 呃 可以 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业 Celia 葡萄酒之旅 但是 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 你自己喜欢 你信赖的人 然后你觉得 哦 我喜欢它的品味 因为喝到酒 喝酒其实到最后 也像是个人品味的 嗯 一个影响 这样 嗯 我有朋友就非常喜欢 叫重口味的东西 他就喜欢醇厚的 嗯 那我有朋友是相对来说 比较不耐酒精 他就喜欢清爽的 所以你是找到 自己的喜欢的风格类型 对 但是 如果有时候喝到 比较可怕的自然酒的时候 要去理解 其实也有喝起来 很可怕的非自然酒 可怕 对 就那个味道 喝起来不是这么的愉悦的 对 因为有些人就会说 自然酒很可怕 就像他没有 他就做坏 然后觉得他有那种牧场啊 或者是麻酒的味道 嗯 但是以前一开始 最一开始 大家常会接到的 自然酒的风味类型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自然酒 是非常干净的 波尔多有在做自然酒 非常醇厚 很好喝 嗯 对 但就像是我会跟他说 其实你有喝过 很难喝的非自然酒吧 嗯 对啊 对啊 所以他自然酒是说 比如说这一批 我这一季 我这一年我就这样做 酒庄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吗 就是基本上会不一样 就是可以让他的年份 可以更加凸显 他的状态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 有时候会很害怕自然酒 是因为他前期在做的时候 因为他是完全零添加的 比如说二氧化硫 也没有添加 所以让他 可能在运送过程里面 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 比如说冷藏状态 他很容易变质 或者是这个酒庄 其实原本的时候 他没有经过一定时间 长时间的成年 因为自然酒其实 他如果时间可以拉长 成量时间拉长 他就会足够稳定 嗯嗯嗯嗯 对啊 听起来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对对对 好下次我们一起喝 太好了 光是那个在法国的产区这么多 有没有跟世界其他不同产区 比较过 有一些拿一些明显的不一样 好比说 就我所知像那个 北美的产区 NAPA的产区 或者是说南美洲的 嗯 那个酒喝起来 基本上就不太一样 那法国的 对 法国的酒 跟其他世界的酒 是相比又如何 哦 法国酒 我想法国人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 其实法国人是非常 繁文入节的 我知道 这样讲 大家一定不相信 因为其实法国人 很法式 很浪漫吧 嗯 但不是规矩有够多的 所以在葡萄酒里面 喝了出来 那个框架感 哦 所以他们就跟你说 哇这个酒一定要行啊 要怎么样啊 然后就是 有什么丹宁啊 然后结构感啊 什么什么 就就是法国人 他们自己觉得 自己很浪漫 其实他们非常规貌 但是假设 举例来说 我去过NAPA 因为我是喜欢 去听世界各地的人 去讲葡萄酒这件事情 我到NAPA的时候 我遇到那个酿酒师 他也算是自然牌 但是他是比较 呃 比较科学实证的自然牌 就是说他是有机种植 然后不要 就是让它自然发酵 然后我就跟他说 可是你在NAPA 你们可以灌溉葡萄园 因为在欧洲是不能灌溉的 他们觉得这会影响到葡萄的味道 那是用自然的雨水来灌溉 对 欧洲是自然雨水 那如果干旱就干旱 干旱的话 对 就干旱 但在非常极端的 极端的条件下 是可以适当灌溉 或者是葡萄树 还非常小的时候 两岁以前是可以灌溉 但我到美国的时候 那样久的事 我觉得那句话 让我印象很深 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用大欧洲思维 来看全世界 我就觉得 他讲得好像也没有错 虽然我在法国住很久 但我为什么要把法国 当成是一个世界葡萄酒的核心呢 他就跟我说 NAPA的地理环境 跟当地气候 你如果不灌溉 就是没办法撞葡萄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气候下 对 我们需要灌溉 但是这个是美国的风土跟人文 然后我觉得 我听到 我是可以接受 我是觉得这是很棒的思维 没有错 我们不应该用任何的方式 以自我为中心 去思考别人的位置 所以每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困难 跟风格 跟当地人喜欢的味道 对啊 你自己现在每天都会来一杯吗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偶尔会来一杯 我家冰箱里面就有很多葡萄酒 我们爸妈就习惯了 OK 自己也有酒柜就对了 对 因为台湾不适合放啊 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冷藏 就是比较适合 对因为如果你们我以前喝葡萄酒大概最大的经验就是 放给一两年基本上都不行了 就常温的状态底下 对因为太热 太人会加速老化 所以树里面有跟大家分享 热烈化的味道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小小的冰箱 对 就是酒柜或者是放冰箱啦 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成年 你就放酒柜 那如果你短期又把它喝完就先放冰箱 就是家里如果放不下酒柜的话 嗯 就是每一种酒有不同的这个酿制的方法 像那个法国也没有冰酒对不对 法国没有冰酒因为太热了 太热了 对欧洲现在很难酿冰酒 德国算是非常罕见的产区 但是也不是每年都可以酿 OK 但是白酒 白甜酒是有的 甜白酒有贵妇酒 就是酿甜白酒各式各样的做法 嗯 对啊 这就看人了啦 我自己以前喝冰酒 我是觉得哇冰冰的好甜 好好喝 但是现在喝真的不习惯 甜度太高 对对对 其实大家在开始在喝葡萄酒的时候 那个风味谱 就会从甜的开始 然后越喝越酸 越喝越酸 哦 单凝越来越重是这样吗 嗯 或者是越来越轻 但是甜度跟酸度有时候 其实反正就是 你刚开始喝根之后 你的风味会一直变化 对 就你自己喜欢的 会随着你的年龄进程 有所改变 嗯 对 有没有什么酒 一定要特别搭配 什么样的食物的 这样的做法 白葡萄酒 通常我们都会是 比如说白肉配白酒嘛 对 那红肉可能配红酒菊 都大概是这样的分类原则 是不是 其实这不一定 但是还是要讲到 为什么法国人会这么强调 大家参加这件事情 是因为法国每一个地区 有很丰富的当地的人文 所以他们喜欢 地餐配地酒 可是台湾相对来说 地餐 对地餐配 因为就是他们每一个地区 会有local的 在地的食料理 比如说南发 我们住南发 就会有普罗旺斯炖菜 或者是烤阳西 或者是马赛鱼汤 那所以我们就会选择 搭配当地的特殊的酒 对 就是当地的酒 他们因为人在做的时候 就是去符合当地人的 喜欢的口味 所以这是法国传统的 搭配的一个很经典的原则 可是我们在台湾 毕竟葡萄是博来品 所以我们就把它简单的分成 白酒搭白肉 铜酒搭红肉 但其实关键点是在于 它的料理方式跟酱汁 酱汁 对 酱汁是很重要 你看你如果吃红烧鱼 那个酱汁这么重 你配白酒 味道就被吃掉 当白酒 味道被吃掉 那个糖进去破坏之后 它就会非常酸 你就觉得酒精感很重 对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料理的手法 而且是我们台湾这么多元 对啊 对啊 所以如果要吃酸菜鱼的话 应该要搭配 如果酸菜鱼的话 如果它是比较清爽 你可以搭配白酒 但是微甜的 我觉得会比较balance 但如果是红烧鱼 你可以配淡红酒 不就来我觉得不错 那咸酥鸡呢 咸酥鸡 看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感觉 你想要凸显它的鸡的甜香 还是增加它的脆口感 还是你想要增加那个白胡椒的风味 天哪 好痛苦 所以其实它没有一个绝对答案 看你想要去专注在哪个 就是你想要感受哪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以前我在看那个 这个Steven 林一峰 他在介绍 威士忌搭配餐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过去很少想过 台湾的餐点 要去怎么样不同搭配这个威士忌 那现在那个Celia在唱聊这个餐桌的红酒 怎么搭配餐点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样 你可能要自己去慢慢去品尝 去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 最balance的这种搭配料理 对 但是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喝酒的那个range 可以多方尝试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说 哦原来红烧油 我自己喜欢搭什么样类型的酒 这样子 对所以书里面也跟大家分享 我在南法自己做菜搭台湾菜搭酒的一些娃 分享给大家 有 嗯嗯嗯 你在书里面有提吗 我看你的视频里面也常常有介绍 对 你的大概每天的日常会是什么 哈哈哈哈 你说酒庄日常 对对 我看你上面之前还有一集 你去酒庄里面有人在养蜂吗 对不对 对 你去开那个beehive 拉起来 然后里面看那个女王蜂 对 你大概一天的日常是什么 哈哈哈哈 我当时讲会不会被大家说 哇塞呀都没在工作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的工作啊 我当时有时候如果是采收剂的时候 就是非常早起 然后去采收葡萄 嗯 然后采收完之后呢 就是呃 因为他一定要在太阳开升起前 先去采星辰的时候 采完一轮之后就开始吃 法式早餐 就是吃可颂配黑咖啡 嗯 然后大家聊天一下 然后再继续采 然后采完之后很热嘛 冲个澡去游个泳 对 游个泳之后 我就开始准备午餐给大家吃 然后吃完之后一定要午睡一下 因为太热 然后然后傍晚的时候呢 再去工作一下 可能我就会去酿酒室帮忙 因为他们天气太热的时候 不适合采葡萄 嗯 然后呢 因为温度太高 然后傍晚的时候 然后就又做菜 然后跟大家一起 阿佩佛 阿佩佛在法文的就是开胃酒 就是我们大家会先喝酒 然后吃点零食 嗯 然后再上桌吃饭 然后又喝酒到深夜 哦 哈哈哈哈 很忙碌的一天 又清晨起来 真的是 很忙碌的喝酒的一天 我们在说哇 就是法国到底花多少时间 在吃饭跟做饭跟采买 我说非常多 嗯 我每天都在想说 我们要就是吃什么 然后我们去市场要买什么 因为法国非常多的market 嗯 在法文叫marché 就是我们会每一个当季的时候 一定要吃什么 大家都很知道 嗯 嗯 就按照季节来做 按照季节 而且你要吃当季 当令的 然后说哇 一定要什么地方的 做起来 这个食材才好吃 你知道我很喜欢去法国 那个路边 光在路边餐馆里面吃饭 我都觉得很享受 嗯 都不用太挑了 基本上餐馆都是好吃的 嗯 所以刚刚 Cinia在谈到那个吃饭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到 嗯 我在法国的时候 我不知道南法是怎么样 南法是不是也有特殊的风情 我去几次巴黎 我大概在路边 街道上面吃饭 我都觉得很享受 对啊 就整个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你会很 而且法国人从中午就可以小酌 而且那样巴黎式的早午餐 就是一样来一杯香槟 嗯 啊 太美好的画面 真的很美 你是不是觉得 哇 这个人到底要喝多少 就觉得从早喝到晚的感觉 哎 小酌 但是没有喝醉 是 可是你在台湾生活的话 这步调会不会又不一样 在台湾的话 呃 签书 打书 品酒会 对 这个节奏不同 你说最近吗 对 回到台湾 对 就会比较多 可是我觉得新书分享是蛮开心的过程吧 然后 马上就餐酒会 品酒会 其实就是一个分享快乐的一个 嗯 很棒的 的一个时候 嗯 有没有给有志想走你这条道路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什么建议有没有 你说想要做葡萄酒产业的吗 对啊 或者是说像你旅居法国这样子 哇 我觉得就是 突然想到那些很辛苦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是放宽心 然后去用好的心态去面对任何的困难 因为我其实刚开始 我有提到说 我到法国的时候 我真的是完全零背景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知识跟技术 都是可以靠时间去学习 而真正我觉得核心能够引领你走这么久的是态度 嗯 那所以 如果你可以抱持着一个对任何事情开放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的考验跟挑战 嗯 我觉得是对于走上这条路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我真心觉得的建议 嗯 嗯 做自己喜欢的 对 喜欢自己做的 然后 友好的态度向苏人学习 向苏人学习 对 好啊 太棒了 如果你在遇到十年前的女 你还会鼓励她继续走这条路吗 完全会 哦 完全不后悔 哦 OK 太棒了 对 好 如果有酒的话就敬你一杯 Cheers Cheers 下次一起喝 我非常非常期待 跟你们分享 好喝的酒 有机会去法国找你 非常乐意来普罗旺斯 我现在住酒庄 来我们酒庄逛逛 好 有机会一定去 哈哈哈哈 好 谢谢Celia今天来 谢谢 谢谢崇逸老师 谢谢Celia今天 来跟我们介绍一本那么好的书 好 这本书是生活里的葡萄酒客 是幸福文化出版的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喝酒的时候 不会这么的去理解 这个梅之酒的当地的历史文化 人文它的采收的过程是什么 我觉得透过Celia这样讲解 而且她的这个文字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对 读起来很舒服 对 然后搭配着她的这个粉专跟IG 还有她的YouTube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看看在当地的生活 好 今天谢谢Celia来 谢谢 谢谢崇逸老师 崇逸开始说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剩下的下次再说 谢谢 拜拜